这块长12毫米宽12毫米的纯白色软棉片 它有什么作用呢 绝大多数人应该想不出来 因为咱们没有见过它 它的学名叫 巨硅本二甲酸银二纯体 简单的说 就是一种敌文材料 易于覆水 火烧不坏的 那么 咱们为什么要说这样一种化学材料呢 难道说咱们今天要上化学课吗 介绍化学物质 不是的 您可千万不要小瞧这一小片材料 确切地说 这是一种应用于临床的医学材料 有了它 天下第一痛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有了它 那些经常捂着腮帮子叫痛的患者 就可以甩开膀子走路了 天哪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那么您见过天下第一痛吗 一清早 中国武警脑科医院门诊里人流如之 在神经外科的诊室里 孙洪涛主任正在与一名病人交流 这个病人名叫胡亮 57岁 是天经葛姑的一名良苦安保人员 从内容来看 老胡表情淡漠 却透露出巨大的痛苦 一个呢就是表情非常痛苦 再有一个就是走路说话的时候 极巧甚为 听完讲述后 孙洪涛主任拿出了一根棉棒 慢慢地轻轻地触碰一下老胡一侧的上嘴唇 就在接触到的一刹那间 老胡的反应异常激烈 立马用手捂着一侧面部 身体胡乱扭动 痛苦地呻吟着 一根细细的棉棒 轻轻触碰一下皮肤 竟然能够引发如此剧烈的疼痛 那要是如果接触得重一点 又会痛成什么样的呢 看着老胡痛苦的模样 不禁让人对这种疼痛不遑而立 疼痛大约持续了三分钟 之后老胡逐步地恢复了正常 但痛苦的表情依然挂在脸上 孙洪涛主任见此情况 马上做出判断 老胡感受到的疼痛 就是天下第一痛 这种疼痛只要疼起来 根本止不住 早晨起床 急着上班的老胡抓紧时间洗漱 这每天再寻常不过的规定动作 老胡做起来非常的顺畅 可就在挂毛巾的时候 一股钻筋的疼痛瞬间窜到了整个头部 大约十秒钟后 疼痛消失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我这怎么回事的呢 我说明以前这个设计不行 你得压好什么 我说你压疼了 咱不懂 牙疼很多人都遇到过的问题 忍一忍吃点药也就过去了 可老胡的牙疼不一般 这蹊跷的牙疼总会时不时地来一下 或者在说话的时候 或者在吃饭时 舌头无意间碰到了都会疼痛不已 更要命的是 有时候一阵风吹到脸上 也会引起长时间的剧烈疼痛 吃可忍熟不可忍 半年后 老胡决定去拔掉这个 让它脸疼头疼的可惑的牙齿 您还别说 这牙拔了 疼还真的止住了 老胡的生活似乎摆脱了疼痛 可后续的发展 远没有老胡想的那么简单 一个月后 这疼痛又来了 并且更加的重 更加的敏感 咀疼的时候 你吃饭吃不了 要疼起来 你疼不住 吃咀疼药 打封闭针等各种方法 都恶聚不住疼痛 而疼痛发作时 又难以忍受 怎么办呢 老胡又想到了老办法 拔牙 可这拔牙 真能奏效吗 疼了 实在受不了了 拔去吧 也许玩的时候 各音乐 也许各来源 这些 那马路 这个牙不都拔没了 老胡终于拔光了所有的牙 一次和同事 巡视完几个凉裤 回到办公室里坐下 刚一喝口水 老胡突然感到一阵疼痛 从上嘴唇发出 像锅垫一般 窜下了整个头 老胡胡乱扔掉 手中的水杯 双手捂着脸 扭着身体 疼痛地倒在床上 第一次见到这个状况 与老胡一起工作 同事们也被吓到了 他疼的时候 不粘色 脱筛棒子 哎呀 加雷 加雷 顶住了 你懂吗 顶住了 要是最疼的时候 拿全头 对 那一样疼的 饭也不吃了 人大脑是清醒的 不影响意识 也不会出现偏袒 其他功能不好 那主要是说 就是感觉痛 你几乎就忍受不了 忍受不了 那么 所以把这种疼痛啊 就叫天下第一痛 而且你吃一般的药 这时候你用别的方法都没办法 那么一般把疼痛可以分为的一到十几 那么对于多数的三叉痛的患者 基本上就是到顶峰了 就是十几 孙洪涛主人说 所谓天下第一痛 指的就是三叉神经痛 三叉神经是颅内神经出颅腔后 分成了三个分支 分布在面颊部的最粗大神经分支 第一支分布在额部 第二支分布在面颊部 第三支分布在下颊部 由于三叉神经深藏在领内 药物封闭等治疗 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 吃饭时 老胡将已经煮得软软的面条 卷成一团 趁着不疼时将面条不咀嚼 直接地捧进喉咙里 然后再捂着脸忍受一分钟 或者两分钟 甚至更长的时间地剧痛 就这样艰难地 反复地 一顿饭 至少要吃上一两个小时 两年了 全家人没有在一起 吃一顿团圆饭 一腾起来之后 得别受这口气 气都不能耍 耍不了 没说话的 一腾 这 耍不了 腾起那是拿手 十几十斤的拖 好像就是麻痹了 让腾起那是 咚咚咚吹 哎呦 我说没办法 腾起那一件事的 我说这 我跟你说 腾起那是 他们拿到卡拉去 两年多来 不定时的疼痛 将这个家的正常生活 彻底弄乱了 老胡变得性情焦躁 家里人不敢与之 发生任何摩擦 就怕引起老胡的疼痛 疼痛发作时 即使是妻子的关心 老胡都觉得是多余的 此刻 他希望整个世界 都是安静的 只有这样 似乎疼痛 才能尽快地结束 他疼你嘛 既不能说话 你也不能说话 他心烦呢 你知道吗 电视都不能开 他把那个手 死尽死尽死尽 脱住了 他走那个时 你知道吗 他呛忍着 老胡想治 妻子也想给他治 可是这天下第一痛 真的能治吗 拔光全口牙齿 植味止糖 一块小农片 显露神奇之处 正要放松心情 且突然发现病患处 竟然还有肿瘤 命运多舛的老胡 到底还要承受多久 客气之光 正在为你播出 天下第一痛 疼了快三年了 牙也拔光了 可老胡的疼 还是没有止住 难道 这所谓的天下第一痛 就没有办法治了吗 在临床上 由于三叉神经位置身在 手术治疗极易伤及 神经造成面部瘫痪 所以三叉神经痛的治疗 一度成了临床的禁区 2008年起 中国武警脑科医院的 孙洪涛主任 勇闯禁区 将三叉神经痛的治疗 作为主要功课的难题 他发现 超过90%的三叉神经痛病人 都存在一个病情 那就是 在三叉神经通过 颅内卵圆孔穿出时 可能与附近的血管接触 并产生压迫 久而久之 就会引发神经的静人 导致号称天下第一痛的 恒痛出现 我们通俗来讲 就是出现一个 神经短路的情况 我们知道电线 外面都有绝缘层 绝缘层破了以后 会出现 传统电活动的时候 会出现短路 神经也是一样 它也是传统电活动 那么它在神经短路以后 有可能比较小的刺激 会诱发一个非常 剧烈的疼痛的出现 如果能将这种短路现象 也就是神经血管的压迫解除 患者的疼痛就能够被彻底止住 而这条敌伦材料 就是止疼的疯缠之意 孙主任评估了老胡的病情 但进一步的检查结果 让大家非常惊讶 老胡的颅内 竟然还有一个肿瘤 难道说 引起老胡疼痛的原因 是肿瘤 而非短路 这也就是说 肿瘤的生长将原本 不接触的血管与神经 挤到了一块 发生的粘连 从而导致了三叉神经疼痛 因此 治疗除了要将肿瘤摘出之外 同时 还要将粘连在一起的血管 和三叉神经分开 这样才能够彻底的阻止疼痛发作 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不敢说话 不敢喝水 不敢转头 因为三叉神经的剧痛 依然在折磨着它 回想起以往的种种过电式的疼痛时期 老胡仍是心有余悸 如今对于手术的任何风险 他都无暇顾及 只要不疼了 怎么样都行 你不是为了治疗这个病吗 骂也不怕了 手术什么 风险呢 骂也不顾了 拿出那个 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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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着都活不了 没有把人家讲的 三叉神经筒 是窃下第一筒 一点参加都没有 医生在老胡的后耳部 开了一个两公分左右的骨孔 暴露出手术区 要在这样的弹丸之地中 做如此复杂的手术 实属不易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 即将放入到手术区的 迪伦电片 止疼的关键一步 也在于此 此时负责麻醉的 沈以庆大夫 掀开手术单 用很大的声音 来叫老胡的名字 医生们 这是要干什么呢 是要将病人唤醒吗 对眼睛 在整个假术操作完成以后 还没有完全关炉 这时候 我就采取树中唤醒 把这个 让患者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 让他自己来判断 这个疼痛是不是真正消失了 如果疼痛消失了 那意味着 我这个手术是有效 最大的意义就是保证手术 肯定有效果 肯定有效果 那效果就回来以后是绝对的 手术的效果立竿见影 手术后第二天 老胡的面部就完全不痛了 回到家后 老胡完全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带孙子 上班 一切一切都正常了 其他都基本上都恢复了 就以前的那种状态 都挺好 也不耐着急了 研究也都急了 过去的桌子 像牙去了 像牙不就行了吗 像牙完了之后 咬牙了 怎么能吃了 身体恢复的还快点